有一位夜老居士的經歷正好符合這一點 夜老居士是在71歲的時候才皈依佛門的 他這一輩子可以說過得很苦 所以聽到可以念佛 可以到阿彌陀佛 最美好的幾多世界的時候 非常的歡喜 但是 歡喜的日子不長 因為有一次 有一位居士就告訴他說 老婆婆 你年紀這麼大啦 你70多歲啦 雖然你皈依念佛啦 但是你這一生只能解一個緣分而已 你這一生 你這樣子是不可能往生到極樂世界的 所以我們看 就是有這麼糊塗 亂講話的人 那夜居士 一個老太太對教理也不是很懂 聽到人家這麼說 尤其對方看起來是學佛很久的人 所以她聽了 就非常的傷心 她就形容說 她那一句話就好像一個大石頭 壓在她心裡 透不過氣 本來是很歡喜認識到阿彌陀佛的 現在變得很沉重 她每次就自己想 難道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就沒有我的份嗎? 難道我已經遇到慈悲大阿彌陀佛 還要繼續輪回受苦受難嗎? 夜居士 早年她的丈夫就不在了 她是靠自己一個人 養大兩個孩子的 你想想這個過程就不用講了 她又不是什麼擬強人 所以這一生 痛苦 無奈 可以說是說不完的 那到了這個人生的最後 還聽到阿彌陀佛也會嫌棄她 要求很多的條件 當然念佛不能到極樂世界 下一次要繼續修 繼續輪回受苦 雖然她聽到這裡 整個心都都睡掉了 有時候想到這裡的時候 自己一個人都掉眼淚 所以各位 我們講的 藥可以亂吃 但是話你不能亂講啊 你亂亂解釋 阿彌陀佛會把人家 對生命解脫的希望全部拿掉的 那過了幾個月 夜居士有一次的姻緣來到我們淨土宗的道場 來聽開示 結果一聽 才發現 哎呀 以前都誤解了 原來阿彌陀佛真的是大慈大悲 救苦 救難 是山根普渡的 終於極樂世界就有我的憤腦 我可以回去了 從此 夜居士又在喚醒念佛 所以各位看看 你理解對跟理解錯 差別是很大的 你這個心境是完全的都不一樣的 兩個月以後 兒子帶著夜居士去檢查身體 醫生檢查後 要讓他留院觀察 那個時候 醫生講話也是吞吞吐吐的 夜居士看得出來 這個醫生有點有口難言 好像很難講得出口 所以就跟醫生說 醫生啊 我以前也是在醫院當過護士的 而且我現在是一個念佛人 所以生死對我來說跟一般人不大一樣 我現在就算死了 我可以去極樂世界 所以醫生 你可以老實跟我講的 我也可以提早安排我的事情 哇 這麼一講啊 我想這位醫生大概也是第一次遇到這樣子的病人 本來還在想 怎麼安慰這個夜居士呢 但現在好像是夜居士反而在安慰他 那確實 醫生說 檢查身體以後發現夜居士肺部能有腫瘤 而且也是晚期了 大概只剩下一兩個月的時間而已 那夜居士聽了以後 不但沒有怎麼樣 反而很高興 他回到家裡 就跟平常一起共修的理由報告說 我告訴大家 一件喜事 我要往生極樂世界啦 以前聽到人家說的什麼抑制十字 現醫生說 我的病只剩下兩個月 也是一種抑制十字啊 當天這個抑制十字還主便地請大家吃 因為太高興了 終於去極樂世界的時間 要到了 所以不但他沒有像一般人一樣 對死亡很害怕 很歡喜 這真的只有念佛人才有的現象 那死亡對我們來說 真的就像回家 回到一個最美好 最快樂的極樂世界 夜居士這樣子的心態是對的 既然說醫生都說沒有救了 那你就提早準備後事 交代家人嘛 到時才不會驚慌失措 像師父曾經告訴我們的 他說 我們這些念佛的法師跟連友 65歲以上的 可以開始準備遺囑了 還先安排妥當的是最好的 我們念佛人就是要往生極樂世界 那在這個世界 也不需要帶給其他人太多的麻煩 那過了幾個月 往生前兩個星期 夜居士的身體就開始比較弱 同時開始吃不下 只能喝水 就一直躺在床上的念佛 過了兩天 他就感應到阿彌陀佛現前了 他告訴大家說 欸 阿彌陀佛來了... 當時大家在旁邊聽到也很歡喜 就跟著他念佛 那過後 雖然很弱了 但是夜居士就留給大家一段話 夜居士說 我們念佛人 其實永遠都在阿彌陀佛的保護當中 像前幾個月 醫生說 我得到癌症 但是這幾個月 我完全沒有癌症的痛苦 我都沒有吃任何的藥物 但是就完全沒有痛 我曾經在醫院照顧很多的癌症病人 每一個都痛到 都不知道怎麼講的 甚至有些痛到都要自殺 這個我們都知道的 我們看都很可憐 但是幸好沒有念佛 所以這幾個月 雖然肺部是癌症晚期 但是完全沒有痛苦 有病 但是沒有痛 這大概就是佛力加持了 這是要往生前跟他身旁的靈友說的 過後面有多少天 夜居士就安詳了往生極樂世界了 而且是微笑 毫無痛苦地走的 瀟灑自在 往生淨土 終於也是滿了他的願望了 這就是一位念佛靠佛力救度 往生淨土 夜居士的故事 本來聽到人家說 要努力地修行 要符合很多條件才有辦法 這個壓力一直藏在他心裡 很痛苦 但是過後 了解阿彌陀佛是無條件救度的 是山根普度的 真的讓他感到無比的安心 天天歡喜念佛 甚至最後癌症也沒有痛苦 安詳的往生 所以我們對阿彌陀佛真的要正確地認識 不要到處拼別人亂講 就影響到自己 就阿彌陀佛是無條件救度就對了 我們只要念佛 剩下的一切 阿彌陀佛可以說 都會給我們包辦 所以偶藝大師也說 除了念佛法門 是山根普度 而且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還是元收元朝一切法門的 元 就是圓滿 沒有遺漏的 就六字南無阿彌陀佛 圓滿具足一切佛法的功德 像有些人喜歡楞眼咒 有些人喜歡大悲咒 有些人喜歡地藏經 有些人喜歡心經 但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全部包過了 不只包過 大師說還元朝 就是佛號還超越其他這些經咒的功德 這道理是一定的 既然佛號是包括其他的佛法 同時也超越其他的佛法了 咦 怎麼說呢? 講一個比喻 就像一個國家 你看 國家裡面的王弟 他的權力是包括所有的人的 是不是? 一個國家 有教育部長可以管教育 但是王弟也可以管教育 裡面的衛生部長管衛生 但是王弟也可以插手管衛生 就王弟的權力 他是包括所有的人的 那包括所有人的權力 也代表他是超越所有的人的 是不是? 是啊 王弟的權力就是最大的 其他人都比不上的 所以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包括所有佛法的功德 也是代表了 佛號是超越其他佛法的 就好像王弟的權力一樣 偶遺大師說 元收元超 就是這個意思 不只元收一切佛法的功德 還元超一切佛法的功德 所以有些人說 念佛還不夠 還要加一個大悲咒 還要加一部《地藏經》 還要禪盡雙修 還要禪盡密三修 這就好像說 這個王弟還不夠大 我還要給他一點權力一樣 這是多餘搞不清楚狀態的人 才會做出的事情 因為王弟本來就是最大的 你還要加什麼呢? 但是有些人說 哎呀 師父你怎麼講的偏棋啊 就一句佛號 一尊佛的 但是各位 你想想看 如果一個國家只有一個王弟 是屬於偏棋的嗎? 不是啊 如果現在有兩個王弟的話 那不打架了 古時候 打戰的時候 就是兩個王弟啊 你要當王 我也要當王 所以他們就開始打戰了 你不相信 你試試看呢? 如果現在新加坡有兩個總理 馬來西亞有兩個首相 你不出幾個議員 肯定就內戰了 所以講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是如法的 既然已經選擇了念佛法門 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其實沒有什麼不對的 是不是? 個人的話 佛所有一項專念啊 就是清楚一個方向 不會混亂 明明白白的 就好像說 人家問你說 哎 馬來西亞有幾個首相 我們會說一個首相 誰是誰的 這就很清楚啊 不是問了 誰是首相 結果你說 有五個首相 那不是天下大亂的 五個首相 所以 修很多的人 其實在內心上是屬於很亂的 就好像 他什麼都有 什麼都要 那講白了 就是心中無主 方向不清楚 好像迷路的人一樣 所以善吼大師就說 什麼都好 但是念佛最好 就好像一個國家 人人都有權利 但是 王帝的權利最大 王帝就是一個國家的代表 這不是偏激 因為本來就是這樣的 淨土宗之所以是淨土宗 就是因為要突出佛號 是唯一最殊勝的 每一個宗派因為目標不同 所以就有自己首要的法門 而淨土宗就是以佛號為宗 這樣才會讓我們全體的靠道 所以釋迦牟尼佛 你看在《阿彌陀經》就說了 從世西方過十萬億佛土 有世界名曰極樂 企圖有佛號阿彌陀 各位看清楚了 釋迦牟尼佛就明明確確指出 一尊佛給我們作為依靠 你要到極樂世界 就念南無阿彌陀佛 釋迦牟尼佛有沒有指出很多佛啊? 都沒有啊 《阿彌陀經》就是一尊佛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嘛 而且是釋迦牟尼佛自己主動就指一尊 這個含義就是要我們一向轉念 一佛 一法 一淨土 一佛就是一尊的阿彌陀佛 一法就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一淨土就是極樂世界 所以 講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最殊勝 專靠 專念 專修是決定如理如法 沒有錯的 今天如果說你是修其他法門 當然要講六度萬行 當然要修很多 有不同的修法 但現在 你既然已經決定 這一生你要回到極樂世界 當然就是一向專念南無阿彌陀佛最好 其他法門或許他們需要加念佛 但是念佛法門是不需要加其他法門的修法的 因為念佛法門就是要一向專念 不同的法門當然就是有不同的方法 就好像每一個行業都有不一樣的規矩一樣 這沒有什麼不對的 念佛法門的《阿彌陀經》 它就是明確指引出這麼講的 ナモ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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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